多倫多及周邊地區 去年全國空岸率下跌至44年來的最低水平 多倫多及周邊地區 在本國所有大城市裏面 空岸率下跌幅度最大的城市 約為每10萬人 就發生1.4宗空岸 雖然空岸率下跌 不過大多地區的兇殺案數量 仍然是所有大都市中最多的 去年多倫多和周邊警局 調查的兇殺案有80宗 其中有半數的受害人 都是被槍殺身亡 有20宗案件和幫派有關 由全國來看 由2000年到2010年 涉及兇殺案被控的人裏面 有621人是精神有問題 佔被控疑犯的1成3 而有3分之1的人 就曾經有過暴力犯罪潛況 2010年 全國空岸率為每10萬人1.62宗 近3分之1的案件 發生在多倫多、滿地河 和溫哥華三大城市 控殺案中 最常見的武器是槍械 去年全國有170人遭槍擊身亡 是否轉成了 絡命令人遭槍 任何人遭槍 永遠到今天